高健,從格隆事件看中港金融互通的隱患,名部專訊 入年多前,因為要開發與港股相關的內容產品 有前輩推薦了個微信公眾號,港管那點是讀了幾篇 果真得錯相比衝的專業名詞和公式的券商報告 此號深入淺出,邏輯清晰,吸引到不少金融券粉絲 大家對主筆格隆頗多欣賠今年以來,格隆名氣更是與日區增一來 在保持原創的基礎上,公眾號加強了主題策劃 基本每天都會推薦股票,而來,所推薦的股票多有強勢表現 包括虎柏能源、國聯通訊、麗晶太平洋等 甚至被人預為金手指筆者一直對主筆格隆充滿好奇 最近,謎底揭開據《財新網》報導 格隆本名叫陳守紅2014年11月 陳註冊深圳格隆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同時在格隆匯母公司中陸基資本擔任高管後者成立於2013年11月 主營業務包括受託管理股權投資基金 股權投資、投資資訊等約僅止於此 故事變索言無味,為曾身份特殊,值得還未曾願在國殉政圈 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任職 今年5月底光離職近幾年,它展轉於多家香港基金公司 是香港證監會持排人,赴港前 曾在內LVD多家勸商和基金公司公職正是在金融機構的工作經歷 使得陳守紅、格隆匯、中陸基 甚至國殉香港都面臨合規性質而從此排人角度看 曾在公務工作外,兼職於中陸基 同時還通過互聯網發布港股投資意見 卻未披露自己的持倉和交易情況 更不會公布中陸基的詳細交易信息 被指有可能涉嫌利益衝突 對客戶不公平 甚至有股價操縱之嫌從機構國度看 國順香港的合規部應定期發佈合規提醒 督促員工會佈持倉交易計劃和情況 鼓勵就可能違規的事項向合規部包庇陳設立格隆匯 兼職中陸基是否有包庇 公司合規是否給出相應處理意見 不得而知以此看 公司難逃管理疏忽之責者 寫自然要留給香港證監會去查實 指示頗有難度香港證監會可以調查國遜香港 可以調閱陳在國遜以及其他香港機構時的行為 但是,格隆匯和中陸基註冊在內地 格隆匯的文章通過微信發佈 用無多位內地人士 超出香港證監會監管範圍同時 內地監管機構恐也難對格隆匯進行監管 因為在中國證監會和證券業協會各類規範中 指示對機構和個人在內地區域內 就給出投資意見的行為進行規範 並不包括境外市場評論 且如何通過互聯網發佈投資建議 監管部門也無明確規範格隆問題所折射出的事 內地和香港兩地金融市場日漸融合的背景下 法規、監管方面無法忽視的空白地帶 相信環有更多類似機構遊走期間 未來兩地金融全面活空勢在必行 法律建設遲遲未見明顯進展 指控邁哈欣幻作者是內地資深傳媒人 雖然有更多的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可以投入 雖然有更多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在內地的舊上